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息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明代红武时期的青花缠着联文大碗 红武时期的这个青花词呢 它呢都比这个官窑啊很多特别大的这个器物 而且存饰的作品呢都是以这种大碗呢大盘的为主 像这只碗啊大家看它的高是15.9厘米 口径呢是41.3厘米 它这种器型呢大部分都是承袭自这个元代 这件呢碗呢它是原口啊湖壁 带这个斜肖式的浅厚圈足 它这个圈足呢又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浅 比较矮一点哈 胎骨呢比较厚重 在碗内啊它的中央呢描绘是同根生的这个三株月脊花丛啊 然后它周围用的是回纹一周啊 这个是跟这个元代呢有一些区别了 元代通常是用一些这个啊 这个弦线啊 然后到了这个永轩时期呢也是用弦线比较多的 用这种回纹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少一点 另外呢在碗的内部呢在碗的内壁上啊 然后呢它装饰了有八朵的这个蝉织花纹啊 外壁呢在进口原处呢 它有这个这个两道弦线呢 中间呢填了一种这个波浪纹啊 然后呢在这个碗的外壁的腹部啊 最主要的纹饰啊 就是蝉织山花纹啊 在靠近这个这个足墙的地方啊 它有这个变形的连半纹啊 养连半纹 它的这个青花呢 这个是带有铁褐色的这个斑点啊 发色呢比较蓝中带灰啊 然后它这个墙组里边啊 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有火石红 同时呢还有这个红武时期特有的这种啊 褐红色的这个姜啊 刷姜的这个痕迹也比较明显 这些呢都是这支碗 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明代的这个红武时期的青花的这个主要的特征 而且呢相同的这些文饰呢 也有啊这个就是又里红的产品啊 我在另外一个视频介绍红武时期的又里红的产品的时候 也展示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参照着看一下 我日后呢也可以单独的做一期这样的视频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订阅点赞以及转发我的视频 并同时呢欢迎您啊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一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